同学们大家好 HSK六集写作 我是江欣 上次前两节的课 我们已经学习了关于六集的写作方法 还有一些技巧 所以今天就用之前我们学习的内容 来做一下今天的练习题 今天的练习题 第一次我们学习的就是名人的故事 为什么呢 名人的故事在每年都会出现名人的故事 而且是最近比较受欢迎 而且经常出现的提醒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课的写作部分就是名人故事 那么名人故事我们怎么样 才能给它起一个很好的题目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简单 把它的名字 把它的名字背下来以后 后面加上的故事 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我们看一下立题 啊 同学们都知道 马云 所以我们只要把马云背下了 后面得故事就可以 还有什么呀 狼贤平 一样 得故事 特别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把名字都记下来以后 还要注意哪些重点的部分呢 首先它是名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 当然知道它名字 再其次呢 就是它的职业 它是干什么的 如果我们知道它干什么的话 就可能呢 通过它做的工作 来看一下就能出现的内容 基本上就能大概都知道了 最后呢 什么 它因为什么 有名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三点 比如说 看见了吗 马云 哎 马云它是做什么呢 企业家 企业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呀 阿里巴巴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小心 创立 创立了阿里巴巴 第二个呢 白岩松 中国比较有名的主持人 他是很有名的主持人 他可不是企业家 所以他是主持人 一定要什么 主持节目 所以这个节目的名字 要记住 是什么呢 东方时空 第三个呢 什么呀 郎贤平 他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呢 他肯定会写论文 所以一定要记住 是论文呀 论文里面写的什么呀 美国破产制度 把这些背下来 如果在写作当中 出现的话 你要能写出来 那肯定会能得到 理想的分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整个内容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怎么去写呢 首先一定要注意 第一段 第一段肯定什么呀 一个人物的介绍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个词 出生于 肯定会告诉我们 他在哪出生 或者是他出生在 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所以第一段 是人物的介绍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才可以 中间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他成长的经历 一般名人故事呢 都是按照他成长的经历 去说写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成长的经历 可能会是年龄 或者是像这些 小学呀 中学呀 高中 大学 当然大学毕业以后 还要工作 工作以后 他们才能 在工作中成功 所以按照这个顺序 去把文章理清楚 那么说写起来 就非常简单了 最重要的什么呢 最后一段 同学们都知道 最后一天呢 是什么呀 这篇文章的结尾 所以结束的时候呢 基本有名人的故事 会以采访作为结尾 肯定会有什么人 问他 你怎么成功的呀 所以他就会回答 说一定要记住 说 嗯 后面如果出现的内容 很长 我们一定要找到 上次老师说过的 嗯 廉词 嗯 只要找到一个廉词 把廉词的部分 背下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今天 做一下练习题 一看 这么多的字 同学们肯定 会很头疼 好难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把老师上两节课 教给大家的方法 还有刚才 名人故事 几个重点的部分 找出来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 还是比较简单的 来看一下 大概的内容 当然首先是什么呀 名人的名字 先把它记住 然后呢 可能他的职业呀 或者他因为什么 有名的找不到 那我们先看过程 过程呢 看出了吧 出生 小学 高中 哎呀 大学毕业 这样顺序 先把它记下来 然后再看内容重点的部分 内容重点呢 一般什么呀 有他的职业 嗯 一直重复性的说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这样大概的 去把重点的部分找出来以后 再去缩写 可能会简单一点 当然 在这里面 老师标记的这个 以优异的成绩 是在写作 特别是名人故事当中 经常出现的表达方式 同学们也一定要记下来 一般有名人 他学习很好 所以按第一名的成绩 或者优异的成绩 考上大学呀 考上高中呀 或者进入哪个公司啊 都是可以的 当然 还有什么呢 这样的兴奋极了的 感情批评 就是我们的感情表达的方式 一般韩国的朋友呢 都会喜欢说 非常非常 非常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在六集思写作的部分当中 肯定会出现什么呀 极了这个词 所以同学们要把极了记住 就更好了 还有最重要是 他会成名有名 所以一句成名 这个四字成语 一定要记住的话 在每个名人故事都可以用到 我们把这些重点词汇 整理以后 来做一下 每个段落的练习题 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练习题 老师说了 一定要找出 他的主人公的名字 这样我们才能提题目 然后呢 就告诉我们 他出生在哪 后面的词很难 我们给他删取 只要留住武汉 这个简单的词汇就可以了 当然在这里面 从孩提起 这个很难 但是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字 这个字什么字呀 孩子的 嗯 啊 就知道 原来小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 缩写成 嗯 原子丹出生于武汉 把男的词汇 变成小时候 父亲给他讲故事 这样简单 把它留下来 就可以了 嗯 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段 第二段呢 也是一样的 老师说 一定要找到什么样 时间 读小学 还有初中三年 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要找到重点 重点找不到时候 要找简单的词汇 在这里面 我可以看到什么 哎呀 老写书 那么就知道 他肯定是在 小学的时候 喜欢读书 或看书 像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们是可以换一下的 对不对 到了初三的时候 哇 后面的更难 但是有一个梦想 原来他想当什么 或想成为什么 所以我们看前面 有作家 就知道 啊 他初三的时候 想当作家 所以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缩写成为 啊 小学的时候呀 他非常喜欢读书 嗯 读看书也是可以的 然后初三的时候 他想 啊 他想 一般说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当然用想 这个简单的字 就可以了 像成为一名 把它记住 后面可能 今天是作家 明天可能是 其他的职业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背下来以后 把后面的随时都可以换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蛮一样的道理 我们看了 上次是初中 这次呢 就是高中了 而且要大二的时候 对不对 高考了以后 他肯定要上大学 大学以后 大学二年级 在这里面也是找着重点的 有什么呀 老师说的 有优异的成绩啊 非常好的成绩 在这里面考上了 武汉大学 很简单 同学们都知道 大学 前面的武汉呢 之前我们也会 所以把它写下来 大二的时候 出现了父亲 在这里面有一个病字 就知道生病了 但是在呢 六级写作的时候 生病这个词 是不经常用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下 一会儿老师教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词汇 以后呢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只要夫妻生病的内容 就可以用一下 所以呢 家里面呢 现在怎么很困难 但是困难的时候 六级喜欢说嘛 陷入困境啊 陷入困境这样的词汇搭配 把它记下来也是可以的 当然他除了什么呀 每天上课 就会去打工 找出终点的词汇 这样缩写起来 会比较方便一点 原来是这样啊 他大二的时候 父亲生病了 所以他每天呢 又要打工 又要上课 这样简单就记下来 就可以了 当然出现了机会 机会呢 出现了以后 一定要知道 肯定是谁给他这个机会 那我们就知道 嗯 他的同学出现了 同学给他什么呀 介绍了 什么呀 工作 哎 介绍了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呢 很难 不知道也没关系 但是在这里面 重复出现了一个词语 嗯 在这里面编辑 编辑 编剧呢 是什么呢 剧 电视剧 所以什么电视剧啊 电影啊 我们提前要知道以后 在后面一定要背下来才可以 嗯 看一下怎么样缩写呢 当然除了高中 还有大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重点 高中肯定要考上大学 所以我们考上了 一定要记住 如果把好多成绩 一起连接到一起的话 会很完美 所以呢 我们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武汉的大学 是最好的 嗯 然后呢 他大的时候 因为父亲找到了吗 病重 是不是很简单 生病很严重 所以呢 病重这两个字 记住就可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名人故事里面 父亲总是生病 嗯 很奇怪哈 所以呢 我们要记住 病重 只要父亲生病的内容 都可以为病重 就可以了 当然呢 病重以后 家里的生活 不是家里 而是生活 现在很困难 我们把陷入困境 作为搭配 连接起来 去记一下 然后呢 每天除了上课呀 就是打工啊 很简单 上课 打工 所以有一次机会呀 同学给他介绍了工作 嗯 介绍了工作 所以介绍工作就可以 如果编剧 当时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个行业 就知道啊 原来这是他的职业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才可以 嗯 接下来看一下 当然大学毕业后 很重要 毕业以后 他毕业后又怎么样啊 找工作嘛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里面 他找了一份工作 在哪呢 上海 所以我们把它 简单的记下来 啊 大学毕业后 他来到上海 找工作 工作很重要 所以每天工作 如果忙碌的话 会更好 因为每天很忙嘛 所以我们把它 忙碌的工作 写出来也会很好 所以呢 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 自己会的梦想 就知道 他自己的 有自己的梦想 所以他觉得 出现了这个词汇 以后可以利用一下 啊 他自己想的问题 我们不要直接 就写上 用觉得这个词 会更好 所以他觉得怎么样 人生啊 除了有工作 刚才是除了上课 就是打工 除了工作 还应该有什么呀 有梦想 哎 又要工作 应该有梦想 这个总结一下 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不久 嗯 他已经工作了 可能不会有学校的名称 但是呢 有不久这个时间词 我们一定要抓住 啊 终于来了 机会来了 同学们 一定要把这个背下来 因为在写作内容当中 经常会出现 因为人生呢 除了你的能力以外 还是需要机会的 所以机会来了 就四个字 一定要背下来 所以呢 原子丹 他接到了邀请 很难 但是有在这里面 剧本写作 哎 剧本写作 其实就是写剧本的意思 啊 电视剧的剧本 他接到了这个工作呀 所以呢 找一下简单的 因为工作 肯定有词汇 辞职 嗯 但是名人故事呢 他绝对不会辞职 绝对不会 他会努力的工作 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他怎么样的决定 一边工作 一边写剧本 终于出现了 写剧本 其实写剧本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刚才和同学们看到 特别难道 编剧是一样的意思 编剧呢 在这里面作为职业的名称 但是职业呢 是干什么呢 他就是写剧本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缩写一下 不久 机会来了 很重要 原子丹接到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写剧本的工作 所以可是呢 他不敢辞职 简单的给他留下 于是他一边工作 一边写剧本 就可以了 嗯 来看一下 老师说了 名人故事呢 他肯定不会辞职 不辞职该怎么办呢 需要这个词汇 工作之余 嗯 工作之余什么呢 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 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 所以原子丹呢 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 抓住重点词汇 每天都会写作 每天都会写作 在这里面很难 但是看到了吗 编剧 嗯编剧 干编剧 干的什么意思 就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很辛苦 哎 我们很简单词 一定要抓住 但是有梦想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 啊 原来 原子丹在工作以外 每天写剧本 虽然呢 很辛苦 但是 为了什么呢 梦想 一定要记住 坚持了下来 名人故事呢 他肯定不会放弃 一直努力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换成坚持下来 就是可以的了 嗯 在这里面 一样 我们要找到 简单的时间词汇 有一天 哎 有一天 他接到了电话 谁的电话呢 制片人 制片人这个词呢 也是在写作 经常出现的 哎 制片人的电话 制片人说什么样 改编 什么呢 欢乐颂 终于出现了 啊 电视剧的名字 因为其实之前 我们已经看见这个符号了 它可能会是书 或者什么样的电视剧 但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了制片人 而且改编 原来是电视剧的名字 它肯定是因为这个有名 所以把这个也一定要记住才可以 所以呢 问他 有没有兴趣改编 欢乐颂 当然 他很高兴啊 所以经过多次修改 欢乐颂 火爆 银瓶 虽然很难 把它记下来 在电视上的所有节目 如果很受欢迎的话 会用这个四字成语 最后呢 原子弹也会因为这件事情 一举成名 老师说了 一举成名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马上就变得很有名 所以在名人故事 也是经常出现的词汇呢 我要把它成立才可以 看一下 有一天 他接到了制片人的电话 让他考虑改编 欢乐颂 他看过以后怎么样 哦 兴奋极了 啊 经常出现的表达方式 在前面感情当中 兴奋极了 沮丧极了 嗯 会经常出现 所以马上答应了以后 什么呀 改编 欢乐颂 经过那几次 当然修改 嗯 所以呢 欢乐颂 出现火爆 音频直接把它写出来 也因为这件事情 它变得很有名 就可以了 嗯 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呢 我们最后 说了 最后一段呢 经常出现什么呀 采访 抓住重点 采访以后 他肯定会说什么 一定要记住 但是后面很长 很难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 连词 在这种连词什么呢 只要 就 这两个连词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留下来就可以了 怎么说呢 在采访中 原子弹说 嗯 如果觉得这个简单呢 写下来会更好 如果难的话 把它删去 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抓住 只要 就 才可以 只要 坚持下去 嗯 只要坚持的话 生活 就不会 错过你 啊 这样的 整理下来的话 肯定 会马上 记住 而且完整的书写出来 嗯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按照段落 开始分开以后 一一给大家介绍了 怎么样 才去缩写 上两节课的时候 老师已经教给大家一些方法 比如说什么心理的描写呀 啊 场景的描写呀 这样是都是可以删去的 还有一些对话的内容 也不要都要去记住 只要找出重点的词汇 我们可以稍微 改编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 看一下 老师给大家最后做的整理 名人的故事 当然后面加上德顾诗 他的名字记下来 就能写出一个好的标题 原子丹的故事以后 当然 原子丹 按照出声语 小时候 读小学时 初中三年 大学毕业后 这样的时间词词 不久 有一天 当然 还有什么 他因为欢乐诵 很有名 注意词汇重点的 当然他是做什么 也一定要记住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样 接触到编剧 或者什么样 写剧本 这样的表达方式 也都是可以的 这样锁起来 就可能会更简单一点 所以名人的故事 同学们 如果掌握好方法的话 可能会是最简单的 一个内容 同学们今天内容 能不能快速的理解 多做练习 用这样的方法 去做任何有名人的故事 都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 就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呢 整理一下 今天有名人故事 重点的词汇 来看一下 老师整理一下 今天写作 有名人故事当中 比较重点的几个词 可能会在 其他的名人故事当中 或者其他题材的内容当中 都是可以用到的 首先老师 刚才说过 陷入 陷入 它什么样 在一个情况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 刚才什么 困境 但是呢 在这里面出现了危机 也是可以的 一般是什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变成 陷入困境 一起学习也可以 或者什么 陷入危机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面呢 不仅仅是协作 可能在阅读方面 阅读第二部分 单词搭配 也会经常用到 第二个呢 老师呢 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它和上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师给它分开了 在这里面呢 什么呀 是想的内容 他想的一些事情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还有很多中国的人 都喜欢陷入 陈思 用这样的词去表达 特别是一般创意类的内容 等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当中 可能会介绍 创意类的内容的时候 会经常见到 陷入了陈思 这样的词汇 最后我们看一下 困境 经常和陷入困境 一起作为搭配的 其实是什么困难的环境 或者这个情况不太好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面对这样的困境 所以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困境 或者什么呀 在这个困境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样这三个词 两个词都很重要 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 接下来呢 是今天主人公的工作 今天主人公的工作 可能同学们对这个比较陌生 所以老师呢 把它整理出来了 第一个编剧 在这里面这个剧呀 什么呀 电视剧 或电影也是可以的 编的什么呀 改的意思 其实就是什么呀 我们说的这个下面的词 剧本 剧本 电视剧的剧本 所以呢 可以说嘛 写剧本 嗯 写电影的剧本也可以 写电视剧的剧本也可以 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可以一起学习 嗯 可以一起学习 接下来是什么呀 我说了 名人的故事呢 主人公不会辞职 他肯定是边工作 边做什么 在这里面也是一样 在其他内容也会这样 所以呢 我们要把工作 自己记下来 除了工作以外 他还干什么呢 写东西呀 或者写剧本呀 或者做一些其他事情 所以这个词也要记下来 嗯 来看一下 火爆 啊 火爆这个词 嗯 火爆什么意思 生意很火 同学们都听过火这个词 嗯 在这里面 其实生意很火 是一样的意思 但六期呢 他会说火爆 其实就什么 我们知道 印记 嗯 因为只有有名 受欢迎 他才会在写作方面出现 所以火爆 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 做生意 哎 生意很火 不能说很火 说火爆 会更好一点 嗯 当然 在这 银瓶很难 哎 所以火爆 银瓶的一起学习的话 会更好一点 银瓶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什么 踢电视啊 电影啊 节目啊 这样的内容 比如说 他的小说 被搬上银瓶了 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小说 或者 他的小说 被拍成电视剧 或被拍成电影 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再看一下最后一个 因为名人故事 一定要有名嘛 所以他 一次性的 哎 肯定是因为什么 马上就很有名 所以一举成名 很重要 哎 很重要 刚才呢 是因为电视剧 但是这个人呢 是因为小说 所以一举成名的 嗯 老师呢 把今天的词呢 都做了一下整理 同学们可以慢慢的学习 特别是 一定要记住 前两节课 我们学习的方法很重要 而且呢 对于今天 名人的故事 一定要抓住 它的重点 还有我们去看 哪方面 才能找出内容 最重要的部分 去书写 那么 名人故事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那么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再见